说吧你今天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 我们下礼拜就要结婚了 我想跟你说几件事情 这结婚呢这是好事 现在吧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还把叫出来说 你这神神叨叨的赶紧说吧 我们家呢就有一个保卫女儿和一个弟弟 然后呢我想把30万柴里涨到60万 涨财里呀 对 为啥呀 不是之前说好的三十万 你怎么突然一下涨到60万 涨一辈啊 你这乡亲边的怎么一下长这么多 长这么多啊是不是 因为我们就跟我一个宝贝女儿嘛 而且我家庭去的我爸妈那边也没人照顾了 不是吗 哦是这个情况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结婚了呢 你要 我的弟弟呢就没人照顾了 到时候我弟弟结婚的时候呢 要给他买车买房 哦原来是这样的 那可以理解 这只能证明说明你是个好姐姐吧 你看你都嫁出去了 都还要不忘考虑加你的弟弟 说明你疼爱弟弟是个好姐姐 我呢能够娶到你这么有爱心 疼爱弟弟的好姐姐 做媳妇也是我的荣幸 就凭这一点啊 找我弟弟这个感恩之心 爱心呢 我就非常感动 我要不答应你这个要求 我都不算是个人 行我必须答应 可以 还有呢就是我们结婚三天之内都 不要孩子 三天之内不要孩子 对你真这么想的 对是的 要的吧 你这想的太周到 你这个和我想了一块去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咱们结婚本来压力就大 然后如果一下就要孩子的话 可能对孩子照顾不周 然后可能会让他吃苦 然后自己也不好受 所以我还答应你 我还担心你不同意的 没想到你就普通提出来 行不生孩子就不生孩子 可以的 我可以接受挺好的 还有呢就是我父母以后养老问题 是要交给我们 因为我不想交给我弟弟 让我弟弟那么辛苦 不是 养老的问题都是家里的长子 虽然你家里长子是你 但是那你弟弟就算是男人呢 应该交给你弟弟啊 养老的问题不应该是 你们家亲人后人吗 应该你弟弟养老啊 干嘛交给我啊 是吧 因为我比较心疼我弟弟嘛 不想让他那么累 那么累 赚钱养父母 所以想交给我们 好呀你这真是个好姐姐 这么关爱弟弟 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姐姐呢 八道也就来 不过没关系 我有这么好的姐姐 做我媳妇嘛 也可以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行吧 那你爸妈的养老问题交给我 我养也是应该的 毕竟你嫁给我以后 你是我老婆 那你爸妈也就是我爸妈了 是吧 我照顾我爸妈养老 为我爸妈养老也是应该的 是吧 我要这点都不同意 我还是个人嘛 那必须得同意 行 那还有什么要求 那就尽管说出来吧 就没了 暂时就这些就没了是吧 这些要求 我以为当时什么过分的要求 这一点都不过分呢 这样子可以的 那以上这些要求 我都全盘接收 对了对了 正好你提到了 那我就想起了 我还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就是现在的社会复杂呀 为了以后咱们生活之中 不必要的一些小摩擦小麻烦 我就是希望你在我们结婚之前呢 就是去做一个婚简检查 就是一个婚简可以吧 婚简 你就是不尊重女性 不是你别生气 我没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 就是为了没必要的一些才艺 就是做一个 就是放心一点 心里踏实一点 是吧 因为做婚简 没有不尊重女性 我就是希望你去做个婚简 不行 跟你聊不下去了 不是啊 回来回来